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 中方就一直强调 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 火上浇油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过去六个月的残酷现实和人道后果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 大量的武器弹药 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 将会一患无穷 在乌克兰和更大范围产生安全隐患